感谢主耶稣很真实 我经常想 如何更加帮助人 明白这种心灵的祈祷 我觉得最简单的 就是你的心灵 心底处去爱神 去感谢神 但是心底处 不要像 在心的外围 不断以 心灵的心处 赞给你 感谢你 心灵的心 又不一定要激 啊 神 感谢你 但是不是激 你那些好像 很出轨 有些人觉得很不舒服 很不自然 好像 人们甚至形容 在戀愛中的表达 事实上神和我们是戀愛 戀愛以主执道 祂是我们的新郎 我们是祂的辛苦 我们应该有一种好心 好心的 对主耶稣的爱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我们 圣拜的时候 就是整个人投入 就是好像灵 与主的灵 成为了灵 就是好像飞去神 好像心有手 主啊 我感谢责给你 从心底处来涌出去 或者灵好像飞去神 哦 主耶稣 主耶稣 当你去做 其实 在历代以来 很多的修道士 他们很多时候 在修道院里 祈祷很长的时间 他们来到法国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听到 神的声音 一个微小的声音 就是在历代的 都有不同的见证 就是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也有很多 病人得医治啊 赶鬼啊 这些不同的工作 神的作为 很真实 我希望大家 真的会很认真看耶稣的 这句话用心灵成神敬拜 那你整个灵命改变 而且越亲近神 越容易亲近神 就是越是疏远神 你祈祷好像很久要warm up 就是要很久才对耶稣的心 有更大的信心 但是如果你越亲近 一祈祷 你被人家死了 我自己想回 真是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福气 就是每一次祈祷 立刻有激励 任何正方 无论我做了什么 甚至我广道 其实广道也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令到我在广道的时候 有一个自由的灵 喜乐的灵 不介意 我若死就死吧 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我完全看自己 好像死了在十字架上 我是一个新的生命 在里面有一种火燃烧出来 是一种不息的火 就是整天都很想祝福人 很想将福音带给人的 就是这个是我经历四年之后 很大的改变 也是对神的话语 每一句看到都很感动 很多经文看起来都很吸引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慕慕更好的事 在神里面更美好的事 哈利利亚